新经济时间来看到美国升息加上恶务战争 金控集团今年手机海外的投资恐怕不乐观了吗 交给淑海 好 确实上新话所说的 现在整个投资市场其实状况是不太妙的 尤其我们看到上周五 其实美股四大指数都是走洋的情况 今天台股照例来说应该是要受到一些激励的 结果最后却是开高走低的情况 然后最后才小涨了68点这样的一个情形 其实其中就是金控股还有航运股是领跌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来看到包括金控第一季海外投资 真的是大失血的一个情形 那刚刚也提到包括无二战争高通膨还有急升息 都是影响的原因 那首季未实现的亏损已经上冲到2448.6亿元了 前十大海外市场全军覆没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亏损 现在金管会也把这个列入他们的关注焦点 也成为年度观察查核的一个主要的重点 那我们看到亏损最多的市场就是在中国大陆的部分 来到了500亿这样子的一个金额 那其实以往获利都非常稳定的 美国现在也是达到384.1亿元 那现在法人也表示说金控投资部位的巨大损失 恐怕还会再扩大家去 因为4月5月整个升息的脚步是非常加剧的 所以到了第二季的时候恐怕这个情况还会更糟 而且加上了台股最近 现在是呈现在一个量缩价跌的一个情况 所以账面上的这个获利也是缩减的 显示是整个大环境还是比较低迷的一个情形 好确实哦 不过由于现在很多人轻震居家 照护可以请领老宝的伤病给付 但是会不会让老宝收支的逆差更加扩大了呢 再交给舒涵 没错像新话所说的 真的整个这个收益的一个状况 可能会出现很失衡的一个情形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保单重复请领等等的 业者也非常苦恼 那老宝当然他的重担也会变得更重的一个情况 尤其现在推估起来 在陈时中那时候谈到说 我们这波的疫情确诊数可能会落在 350万到500万这样的一个数字 那再根据老宝的一个投保薪资来去估算的话 那大概要赔到大概是60多亿元 就是包括放宽了轻震居家的这个照护期间 都可以来请领的话 可是我们今年伤病给付总出支额 可能就会因此冲上百亿元 其实收支逆差呢 就会一口气扩大到400亿 而近三年的老宝收支情况 我们来看到 其实都在31亿上下左右 所以再加上刚刚推过60多亿 其实就有可能达到百亿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老宝的部分呢 其实呢已经是五年都是收支失衡的 所以遇上这样的疫情情形 恐怕是雪上加霜 而科技类鼓的震撼消息 面板大厂群创 6月24号举行股东改选 但是鸿海却退出了股东会 现在呢引起业界的哗然 再交给舒函 好真的是这样哦 这样的情况其实是蛮少见的 就是看到的是 这个面板大厂群创 6月24号要举行股东常会 并且改选董事 但是鸿海集团 是从他们203年以来 首次呢没有来参选 而他们这一次的股价 也让今天呢 是小跌到了 13.35这样子一个价位 那我们就看到 本来四席董事加五席的独立董事 那总经理呢 杨祝祥还有执行副总 丁锦龙他们这一次都把身份 改为自然人的身份 因为其实以往呢 他们是鸿海创投法人 董事代表 现在改成自然人的身份 所以外界就在揣测 这是要淡化鸿海 所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联想 不过对此呢 其实呢 群创方面是没有来正面回应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203年呢 群创成立 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呢 其实鸿海就加入 等于说他有一个富爸爸加持之下 到了2005年就已经转亏为盈了 而到2006年 他的股票就上市了 也顺利成为了面板一哥 不过这一次呢 你看到鸿海这样子的一个举动 其实是让这个投资人信心 可能对此都会产现一些动摇跟影响的 因为整个淡化这样子 鸿海的一个状况 会不会表示整个富爸爸 他们未来有其他的一个相关布局 当然也会影响到他后续股价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观察跟联想 跟一个揣测的一个方向 那如果呢 您需要知道更多的消息的话 也欢迎您扫描 是我旁边的这个QR Code 同时呢 如果你想要掌握更多的国际讯息 你可以在脸书上面 或者在YT频道上头 都可以搜寻我们的TVBS国际Plus 那么就能带您掌握更多的资讯 不露阶了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新经济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